总是很多人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才这样 而且我觉得把自己的话说出来 大家听到的声音总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最后得到的就是 你要听到我的声音我们才能和解 如果你不知道白领想什么 你怎么来跟我沟通 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个好事 大家都是人心慌慌的 今天然后我们在一起开会还说 看哪些可以做的 可以去比如说去那些 convention啊演出啊 还有别的事情怎么来做 大家都在互相的想办法 那么就是可能今天又叫我说 明天或者星期要有邮行啊 问我去不去参加 因为大家因为比如像Netflix啊 或者是Amazon这些 好多的那些电视剧啊片子在放 他们都赚很多钱 这是我们演员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们得的红利吧 我们都没有知 其实很不公平很辛苦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 当然只不过现在电子的时代嘛 没错 就是这个问题油发的明显 因为你比如看那个Indiana Jones哈 你把那个Harrison Ford做得那么年轻 没错 他们说以后 对啊以后我们比如说签一个合同 把白铃的肖像权声音权形体权 他们就录一个像录一个360度的一个转 在我的脸部侧面各个造型都录下来 把我的声音录下来就不需要我了 是啊 一个合同付我一点钱就用终生用你的肖像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 还有就是A啊 这些出现对我们演员其实 非常的不利 没错 你也是支持罢工这个方向 对我觉得是 因为大家要听到我们的声音 因为是很多不公平在里面 因为这个罢工 一个人起不动 两个人起不动 一百个人起不动 总是很多人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才这样 而且我觉得把自己的话说出来 大家听到的声音总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最后得到的就是 你要听到我的声音我们才能和解 如果你不知道白领想什么 对不对 没错 你怎么来跟我沟通 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个好事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想要去抗议这个不公平的状态 可是又担心说 比如说工作生活会受到影响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自然是个平衡的 我是个从来不担心的人 我是个非常简单正能量的人 我不会担心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 都有它 而且它的原因可能是达到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呢 它这个运动一定要发生 你知道吗 这个活动一定要起来 然后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到这个时候 你是压不住 你也控制不了 它必须得发生 就像刺激必须要转化 你那个再下雪再冷 你可能要冻病了 你要去医院 但是春天会来的 没错 所以我是根本不担心 因为我的工作吧 当然希望它不会受影响 那受影响啊 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是在这个历史滚动中间的一份子 你不可能不受影响 我先这么做 我先ader 我先进去 我先进去 谢谢大家 结果 你 不那么 我先进去 不ăng 这片段 我先进去 就不能 这对 有点 不过